大家好,今天带大家参观一所高中,是一所美国的私立高中,正好是一个朋友在这里毕业,所以就邀请我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顺便参观一下他的高中,为什么有名,因为这个随便说一下他的校友,他的校友里面有JFK或者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凡卡,都是这个学校的。 现在让我们慢慢走向他们的校园,第一个可以看到的是Paul Melon的艺术中心,这个艺术中心的设计师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悲与明就是前几天刚刚过世的华裔设计师,他的作品里面还有包括巴黎卢浮宫的那个金字塔。 这个建筑是他在几十年前的作品,当时是Paul Melon捐款的时候,请被一名来设计这所建筑,同时冠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个学校的环境真的很好,有个小瀑布,如果你仔细看的话,瀑布上面还有几只乌龟。 他们很悠闲地在晒太阳,应该和他们紧张学业有明显的差别。 现在向他们最漂亮的主楼走去,也是很代表他们学校的一栋楼。 这边看还好,不是特别漂亮,但是如果在湖边看过去的话,这栋楼还是非常的美。 是典型的美国建筑,红砖,白窗。 在这里能听到很多欢呼的声音,是毕业典礼上自己的名字会被教导,同学们会上台领毕业证书,台下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会为他们欢呼。 这就是我说的白色床,红色砖的房子非常漂亮,反正比美国多数的木头,房子漂亮很多。 看到上面有一个桥,很多学生经常在上面慢跑。 桥的另一边应该连着的是体育中心吧。 走过这栋桥,我们看看这段楼的整体。 这里有很多高尔夫球车,因为有很多年长的家长。 那些爷爷奶奶走路都已经不是很稳的老人,他们也同样希望来参加自己孩子们的毕业典礼。 实在走不动路的时候,学校就会给他们赔一个车,让他们稍走一点路。 看一下这个楼在湖面上的倒影,还美。 现在是毕业典礼最后一段时间了。 大家可以听一下,他的基本意思就是,从前有一个很著名的小琴琴演奏家,小琴琴演奏家。 他说,他自己每天花14个小时练琴,所以现在你们叫我音乐天才。 但是,其实每天我都很刻苦地练习,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老校长就建议同学们,你们应该想想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现在是小琴琴演奏家。 现在是小琴琴演奏家。 小琴演奏家。 小琴演奏家。 我记得就很难。 她几乎是你。 我们才升订了,你能 asset这个 court体制度在内意。 接下来是所有的。 然后是很有意思的苏格兰奔迪演员来伴随所有的所有的嘉宾图场 我后来才被告知 其实坐在白色盘子蓝色棋子后面的嘉宾是家长 但是是从这个学校里面毕业的家长 等于他们的父母在这个学校毕业 孩子也是在这个学校毕业 也许他们的祖父祖母也是在这个学校毕业的 因为这个学校有一百个人的历史 就像一个贵族学校 每一代人都走同样的路 在同样的学校里面毕业 高中大学兄弟会都是一代一代的相处 再来听听这个音乐 很特别 感谢观看 这个毕业典礼 不管是穿着还是规模上 都是非常非常的有仪式感 有很多家长 大概在前一周 就赶到了这个小城 小镇 这个小镇上也没有什么东西 就一条路 然后有几个饭店 然后他们就是来参加孩子毕业典礼上 或者毕业典礼前不同的活动 颁奖仪式啊 舞会啊 很多很多 所有人都把这一次 当做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仪式 就像比如有点像成人仪式一样 然后我觉得跟我在法国的时候 或者跟中国的那些毕业典礼都是有很大的区别 有可能在别的国家 大学比较重要 然后这边从高中开始就很重要 四年的高中生活画上了句号 我们去帮朋友搬家 然后正好去一下他的寝室看一下 寝室的环境很好 然后样子也不错 一栋栋小房子 但是只是里面的一间 每人有一间房 而且是高年级才是一间房 低年级是两人一间 但是有空调 什么都有 还是非常非常非常舒适 住肯定是没有问题 然后门口是一个很大的草坪 有好像有一个棒球场 这草坪草坪上肯定学习累了 在上面躺躺 看看天空 想想未来 应该也很不错 总体来说 这个学校的硬件真的是很不错的 一个小镇 大概非常多的地都是他们的 然后造了很多很多的体育设施 用飞机看的话就看得很清楚 那么多的网球场 棒球场 当然这个学校 因为是贵族学校 它的收费也非常的贵 大概平均五六万美金一年 所以四年的话 也是一大笔开销 最后再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学校的周围环境 还是很美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